YES!大家好,我是Taka 這是一個介紹日本職棒為主的頻道,希望你們會喜歡 上次介紹了重情重義的真男人黑田大叔 今天要講的是曾說出要終身巨人卻慘遭拋棄的悲情人物 究竟什麼原因會讓自家球迷也憤怒批評球團的做法呢? 那我們進主題! 今天的主角長野九義 日文名 Chono Hisayoshi 1984年與左鶴縣出生,180公分、85公斤 是一名右投右打的球員 思念的球員生涯累計1281場的初賽 打出了1361隻安打、142隻全壘打、520分打點、2x85的打擊率OPS0.779 曾經拿下過新人王、三階的金手套還有三次的最佳九人 一次的打擊王和一次的安打王 長野從小學一年級就開始接觸軟式棒球 到了小六時就成為球隊的主將 但長野的學生時期並沒有像許多知名的選手一樣 從小就在地方上很有名氣並一路打進名門高校 長野所就讀的國中和高中 在當時都只是有著棒球部的普通學校 高中所就讀的足陽學員 更是到了2003年才出賽甲子園的現代表選拔賽 並到了2019年才首次出戰甲子園大會 於是長野在高中畢業後 進到了日本大學生產工學部就讀 進到大學後長野開始慢慢展現出他的打擊能力 到了大三聽取了學弟的建議 克服了喜歡追打外角滑球的壞習慣後 再大四成為了東都大學野球聯盟中最可怕的打者 在春季聯賽上47個打數敲出23隻安打 打擊率高達4×89 到了秋季聯賽再以4×04的高打擊率殘連打擊王 並且拿下了最佳9人 這項屠殺般的成績讓他入選了06年底的周祭盃和獨哈亞運 並且擔任對上的忠心棒次 這邊我實在是找不到當時國際賽的個人成績 如果有人有資料的話還請提供給我一下 而長野在兩次國際賽會的中間也參加了該年的職棒選秀 並熱切的希望能夠加入到巨人隊效力 甚至在當時也就有傳出非巨人隊不打的消息 不過火腿還是不想放棄這名大學的強打 在第四輪選了長野 而長野也直接拒絕了與火腿隊簽約的機會 甚至在後來受訪時還曾說過 12球團中他最討厭的就是火腿隊 拒絕了職棒後的長野投入到了亞運會的賽場上 最經典的是在準決賽時對上了當時由全職業陣容所組成的南韓隊 兩隊一路拉鋸到了9局下都還是7比7平手 輪到長野打擊時對上了南韓的終結者吳昇環 他頂住了壓力打出一支載劍三分砲 直接一棒把南韓的冠軍夢打碎 不得不提一下 06年的吳昇環雖然是指棒二年級生 但就用破紀錄的單季47次救援成功拿下了救援王 而當時還只是大學生的長野在國際賽的這個載劍轟 讓他一行只想進到巨人隊的心意更具的話題性了 回國後的長野加入了社會人球隊的HONDA硬視野球部 長野在隊上擔任主力的外野手並身兼中心打者 並前後在東京日本體育大會和金剛大會上拿到了新人王和MVP的頭銜 到了2008年長野再次參加了職棒選秀會 這次他也更強烈地表達想要加入巨人隊的意願 我猜想當時巨人隊應該是在看到長野的聲明後 認為一定沒有其他球團會敢再選長野 於是在第一輪先抽了當時的高中大悟新人大田泰士 結果還是有個不怕放向的羅德 在第二輪強行指名了長野 而長野在被選到後直接無言 甚至當時羅德的總教練Bobby Valentine 想要當面和長野談談也被拒絕了 接著在一週後宣布不會加盟羅德 將會繼續留在HONDA球隊 而職人隊在如意算盤被打亂了之後 真怕這位業餘第一的外野手就這樣不打職棒了 於是在隔年球技開始前就宣布 將會在年底的選修會以第一指名選下長野 而長野也沒有因此就鬆懈了他的球技 他再度以屠殺式的五層機球打擊率帶領著HONDA球隊 拿下了睽違十三年的都市野球對抗大會的冠軍 最後終於在放棄了兩次的職棒選秀後 在第三次如願以第一指名加盟巨人隊 當時的簽約金是11日元 年薪1500萬日元 通年09年的選秀會 還有橘石雄心和銅槍家智等人 可以點右上角的資訊卡觀看喔 進到了職棒後的長野 在第一年馬上就展現出業餘第一外野手的實力 在開季沒多久後就卡下了先發外野手的位置 新人年球季就輸賽了128場 打出了兩層八八的打擊率 19隻拳雷打 4層91的長打率 OPS0.821 並且在職棒的首年就被帶經季後賽 也有著不錯的發揮 最終賽季結束後風光拿下新人王 他也是繼松本哲也和三口疊也後 巨人隊連續三年產出的新人王 隔年2011年球季 長野在開季第一場比賽就以5-3的萌打賞 外帶一隻拳雷打開啟了他的生涯巔峰球技 越打越好的長野整年球技幾乎都維持在3成以上的打擊率 更在7月中的比賽主帕拉米瑞茲確診的情況下 成為了巨人隊第75代的四棒打者 並且和板神的羊教Morton有著非常激烈的打擊王爭奪戰 在競爭最白熱化的階段時 長野還在10月22號的比賽中在9局下滿雷的情況 以帶打的身分擊出了一隻載劍滿罐砲 補組是當時還在橫兵隊擔任守護神的三口菌 這隻拳雷打也正式上演了實況野球中 投手被打拳雷打之後的動作 而打擊王的競爭一直到球季最後一場比賽 板神的Morton5個打席沒有打出任何安打 長野才確定以0.005的瀉位差距拿下了央年的打擊王 在使用不彈球的2011年球季 長野打出了3成16打擊率 17發拳雷打OPS0.847的成績 並且首次拿下了最佳九人和金手套的獎項 2012年球季是依然使用不彈球的年度 長野主要擔任球隊開路先鋒的角色 並維持著非常好的打擊狀況 以3成01的打擊率在央連排名第四 173隻安打和隊友版本有人並列安打王 另外有著3成82的上壘率和24倒壘成功 也都是央連第二 到了季後賽也持續維持著火燙的手感 而且根本是打瘋了 從高潮系列賽開始到日本大賽 連續12場比賽出現安打 在日本大賽上更有著3成75的打擊率和6成52的上壘率 還得有兩隻拳雷打 雖然最後冠軍賽MVP頒給了拿下兩勝的內海哲也 但長野當年的表現絕對是奪得總冠軍的功成之一 連兩年好表現早已成為日子頂級外野手的長野 也在年底入選了經典賽的代表隊名單 但長野沒有將好手感帶到隔年的經典賽 從熱身賽開始打擊就一直不在狀況內 到了正賽也都還找不太到手感 一直到了副賽最後一場對上荷蘭的那場經典戰役時 才單場打進5分打點一掃低潮 長野在那些經典賽留下了2成22打擊率 4成44上壘率的成績 雖然表現也沒有到極差 但和上賽季冠軍賽時的表現有著不小的落差 回到職棒賽季後的長野在開季時打得非常掙扎 但到了球季後半再度展現出打擊王的氣勢 最終還是有著2成81打擊率 和最平個人生涯最多的19支拳雷打 而且這年長野讓球迷看到了他精湛的手臂 他在職棒賽場上 三度讓記錄表寫出了Light Dogolo的出局情況 也就是說他三度讓打者將球打到右外野後 卻在一壘遭到封殺出局的紀錄 這邊我們直接看影片 上次在巨人隊有人完成這樣的紀錄已經是70年前的事了 而長野也連續三年拿下了最佳九人和金手套獎 到了紀錄賽巨人隊一路打進日本大賽和樂天爭奪日本一 兩隊苦戰七場幾乎常常都是投手戰 最後才終於由樂天隊奪勝 而長野在整個系列賽裡是巨人隊陣中少數還醒著的打者 尤其是第四戰時單場三安打三打點帶領球隊頒平戰績的精彩表現 讓長野拿到了日本大賽的感鬥選手賞 隔年2014年球季長野依舊保持著好身手 並且在季中再度擔任四棒出賽 整季打下兩成九七打擊率13隻全壘打OPS0.801的好成績 正年的巨人隊整季拿下82勝61敗 傲視全聯盟的成績 卻在季後高潮系列賽被版身以4比0橫掃出局 球季結束後長野儀是因為季中一次飛撲美季傷到了又西的原因 他動了又西半月版的修復手術 也順便動了手肘的輕創手術 到了2015年球季長野儀是受到開鬥的影響 開季後打擊完全迷航 打擊率甚至一度低到只有1成79 一直到季謀才漸漸找回手感 但暗打、打擊率、上壘率都創下了生涯最差的紀錄 球季結束後被球團減薪2500萬日元 隔年2016年球季長野接下了隊長的職務 這樣的肯定也激起了他的鬥志 找回了過去的身手並且達正生涯的謙暗和白轟 這年季中長野也取得了國內自由全員的資格 但當時各家媒體都只是提到了這個消息 根本沒有人認為長野會行使FA資格加入其他球隊 而長野也如眾人所想的順利和巨人隊續約 到了2017年球季 長野不知什麼的開季後再次化身成了一名盲炮 一樣是迷航到了5月底打擊才逐漸有起色 而這年巨人隊從自由球員市場簽下了楊帶綱 加上對上原本的外野手、龜錦扇行、重新勝之介、 喬本道、立剛中一郎等人 各個都搶著要上位 而長野卻在這年創下了個人最差的17次創殺打 和2×74得點圈打擊率的難堪記錄 雖然他還是打出了16隻的拳雷打 但長野這時的打擊能力著實考驗著教練團的耐心 果不其然到了2018年球季 長野在開季還是迷航了好一段時間後 上場空間開始收到了壓縮 好不容易到了8月狀態回神後 全一位背部傷勢被下放到二軍休養半個月 回到一軍時正好是攸關球隊能否進到季後賽的重要時刻 9月30對上養樂多隊的關鍵戰役中 長野40打下了自勝分帶領球隊打進季後賽 並且在高潮系列賽上對上養樂多隊時還有拳雷打的演出 當然到了第二輪 巨人隊是再度等隊熄火 最終輸給了廣島無緣爭奪日本一 2018年球季結束後 巨人隊再度開啟了大傻幣的補強計畫 那年的自由球員市場上最受矚目的 就是剛剛風光拿下央連MVP的玩家號 另外還有探古銀人狼、淺順龍斗、還有西隆輝等人 最終巨人隊以5年25億5000萬日元搶下的玩家號 還有3年4億5000萬簽下的探古銀人狼 由於這兩位選手都是球隊的A級新資球員 巨人隊需要付出兩位保護名單外的選手作為補償 當時大家都在猜測廣島應該會選手年輕的鋼鼓龍瓶 或是池田俊和中川浩泰等潛力投手作為補償 甚至當時硬上上場空間不多的陽袋岡也有許多人猜測 但大家萬萬沒有想到 巨人隊竟然沒有將兩位曾經只為加盟巨人隊 而放棄選秀中先的選手放進寶布名單內 於是西武選走了內海哲也 而廣島挑走了長野九億 先不說已經明顯退化的內海哲也 但長野去年球季還有著兩成球的打擊率和13隻拳雷打的成績 而且單論長野這些年對球團的總統貢獻 更別提曾經兩次拒絕只為加盟巨人隊的心意 怎麼樣都不該換得如此下場 巨人球團這樣的操作讓許多球迷替長野感到不捨甚至是憤怒 網路上也出現了許多惡搞的圖片來諷刺這次的補償事件 原本外界都在猜測固執著長野會不會就此隱退 結果長野好像是看盡了人間百態一般 選擇開心地加入廣島鯉魚隊 還大方表示這是他職業生涯的Take-Two 完全不想談論被巨人隊拋棄的心得 加入廣島後的長野開幕戰便已先發左外野手的身份出賽 但是由於廣島的外野戰力表現得都非常不錯 有著不動施放右外野的林木城野 還有轉戰中外野越打越好的西川龍馬 年輕的野劍俊翔也搶下了先發外野手的位置 長野並沒有獲得太多的上場機會 整體只有出賽72場並且多半一代打上陣 只有在左投手先發時 還有在季末洋將包大人禁藥事件被競賽後 才有先發出賽的機會 最終2019年賽季只留下了2成5打擊率 5支拳雷打和20分打點的紀錄 和巨人隊時期連連雙威數全雷打的成績相去甚遠 在球季結束後遭到減薪5000萬日圓 2020年的球季就快要開打了 最近也有看到長野積極備戰的新聞 截至目前為止 官班熱身賽是5個打數一支安打 希望這位即將邁入60歲的前巨人隊釋放 能上演一個驚奇的大復活 最好再加碼一個巨人隊的復仇季 那今天的影片就行到這邊 想認識更多日本職棒的 別忘了按讚訂閱並且打開小鈴鐺喔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